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永远就是欠了我 我看到的有一点点不开心 我记得很不开心 我真的知道她不开心 所以我自意专门把她的头像 用那个合成 把她的头像贴在我们的合照里面 学校里面 还有我看到她们 post一些照片是出海的 有没有你 不要再说了 对不起 他们还没拍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 我很想跟你们一起去 可以把我加上去吗 但是没可能呢 因为那个是不是不可能有我 他们很开心 因为她像个男生真的很调皮 十分调皮 所以很多时候都在弄我 但是当然有些时候我也会装傻了 配合他们 你的心好吗 装傻你方面 因为他们看见我不开心 紧张害怕的样子 他们特别的开心 所以就配合他们 面对定心的伤心和Mandy的控诉 三位男拍档又会如何回应呢 她是定心之前跟我做访问说的 她因为你们在拍 通常拍得很小 就投诉是吧 一点点啊 她每次没有跟来而已啊 她可以来啊 对啊 有问题啊 要不要来啊 我们几条船啊 她一直来呢 是她的问题了 肯定不行我们的问题啊 肯定不行我们的问题 她知道我们是出海的通告 为什么你自己不来 还有Mandy啊 她说你们弄她 我弄她干啥呢 就我们三个人在不整她 总谁呢 对啊 也是啊 对不对 自量一下 而且在戏里面是她自己要求 对啊 不如啊 你玩我吧 你玩我吧 大家可以看回放 到时候看连镇巨星 她一个人拉着我们三个去跟她玩 那不玩她会玩谁呢 戴祖仪和孔德贤两位后辈这次在剧组真的收获不少 就连体重也节节上升啊 就每天都就是有很多大佬请我们吃好吃的 然后每天都吃吃吃吃吃就胖了 就是万岁啊 上午才吃牛排啊披萨什么的 真的太夸张了 每一个人都有问题 Bosco也有问题 没有因为拍摄的时间很长 就希望其实除了我们之外 工作人员可以多吃一点 但是是不是很开心啊 是啊 因为就是跟很多前辈就可以学习 她的吸收能力非常强 我觉得她在学习的话我就可以退休了 说真的 谢谢谢谢谢谢 赢了456亿是有点不同的 是 不用做啦 有底气有底气 她她美咯可以吗 美不美啊 有自立的 有自立的 Cicely和Bosco这次会在剧中饰演情侣 有大量对手戏 两人也擦出不少火花 她是一个很多赏罚的一个演员 然后我也会跟她一次再就是配合她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这个默契吧 有时候大人会说你们救了不要 太多了 太多了不要再做了这样子 所以其实拍得蛮开心 然后她也是很会照顾我们的 微微难得一眼镜形象出席 原来是因为她做了角式手术 更意外发现有视网膜退化的情况 幸好及早医治 现在已经康复的七七八八 我在这里我就真的是通过这事情 我想要呼吁大家有就有时间可以做一个 定期做一个眼睛的检查 其实正常来说没有事情你不会去看眼科嘛 那原来我去检查 做了一个全面检查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这个眼睛的那个视网膜薄了 然后医生说还好你及时发现 要不然你时间长了呢 那个视网膜薄了之后 就怕它会穿洞 就会有危险 但是医生说你不要那么害怕 就说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OK了 你不要紧张 做那个小的手术 对对对对 然后就很快 其实现在眼睛是已经可以看到了 只是说刚刚做完一星期 可能眼睛还是会比较累 还是需要休息不能看强光 所以我才带了一个瓶光镜去遮挡一下 去年回香港发展的高君贤 日前被记者拍到 他和亿万千金吴月彤在铜锣湾吃饭 疑似恋爱中 当事人这天也有做出回应 这个是我刚刚欠消失的时候 就是去年我在香港跟他认识的 就是在朋友一个聚会里面认识他 大家可能就是认识三四个礼拜左右吧 真的是有考虑过真正在一起 但是因为我常常就是内地 现在内地香港两边走 最后也是感觉就是做朋友比较好一点 但是他知不知道他的报道出了之后 然后有点知道他的底色 这个我也是初天才 刚刚才知道 我跟他吃饭 也不是去一些超级高级的餐厅嘛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A 跟 K 铃铛 铆链 H&T 铃铛 铁铛 铃铛 铃铛